在Luminar AI推出之前 大家以为它会是Luminar 4的最新版本 但其实并不是 AI和4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但它们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是Luminar 4和AI到底有什么区别 如果您已经购买了Luminar 4 是否有必要升级到Luminar AI呢 还有可能是您最近才听说这两款软件 想要购买其中的一个 但是不知道该买哪个好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解决 这样一个选择性的难题 对比一下Luminar AI和Luminar 4 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您再来决定购买哪一个也不迟 大家好 我是艾蒂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Luminar AI和Luminar 4到底能不能代替Photoshop和Lightroom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平时就是修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旅行的照片 稍带手给家里人的照片磨一下皮 瘦瘦脸 要求也比较的简单 您希望摄影的后期处理不要太复杂 学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 那么我认为这两块软件是可以完全做到独立操作 并且是够用的 就算是婚礼活动或者是人像写真类的商业摄影 这两个软件也是可以胜任这些工作的 关于Luminar我之前还做过两个视频 一个是Lightroom和Luminar 4的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在购买Luminar AI前 您所需要知道的五件事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在Luminar 4中的图片管理是在资料库界面里边 而在Luminar AI里边同样的功能叫做目录 虽然叫法不同 但是意思基本上都差不多 区别在于Luminar 4对单张照片 可以进行评定星级和颜色标签 而Luminar AI只有一个非常简易的收藏按钮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电脑的文件夹里或者通过其他的软件 就可以直接对照片进行星标和颜色标签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 未来快速的搜索和查找这些自己喜欢的照片 直接套用现成的颜色预设是最快捷的后期方式 在Luminar AI当中这个功能叫做模板 进入模板界面之后 软件会在右上角推荐出适合这张照片的配色方案 或者在下面的这些预设当中 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虽然这些模板的名字会有一些偏向性 比如自然风景人像 但其实大家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比如把人像模板套进风光的照片里边 也不是不可以 效果还挺惊艳的 同样是套颜色预设这个功能 在Luminar 4中叫做外观 它的区别是外观当中还包含一个叫做颜色样式LUT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Luminar 4当中套用一个外观之后 还可以通过颜色样式来改变照片的配色 这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无论是外观还是模板 点击选择之后 都是在套用一整套的调色配置 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设置 不仅对照片的曝光 对比度 清晰度进行了调整 还在颜色上做出了风格化的改变 在Luminar AI当中 功能名称前面带一个小圆圈的 就说明这个功能被模板修改过了 而在Luminar 4当中 功能名称变成了白色的 就说明包含在这个外观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个外观所使用的效果 比如雾化和柔光的效果 但是并不喜欢它的配色 这个时候改变颜色样式这个设置 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配色 就体现出了Luminar 4在手动操作上 要更多元化一些了 还有个区别就是在Luminar 4中 鼠标移动到任何一个外观上 照片可以马上预览到变化 但是在Luminar AI当中 需要点击选择 才能看到修改后的效果 从功能操作上乍一看 Luminar AI似乎少了很多关键的功能 但经过深度的挖掘 我发现不是没有 这些功能其实被藏起来了 只是显示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在Luminar 4的帆布界面当中 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橡皮擦和纺织印章工具 但是在Luminar AI当中 橡皮擦在基本功能界面里 而纺织印章工具 被放到了专业功能里边 不过在1.01版本之后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 编辑界面就变得平面化了 这些所有的编辑功能 都会在同一个界面当中 这就比之前好找了很多 不用在不同的面板当中 不停的来回切换了 在后期时需要二次构图 或者校正照片的时候 就用到了裁剪功能 在Luminar 4中 这两个功能都在帆布界面当中 非常的一目了然 镜头和几何结构 用来校正垂直和水平 剪裁和旋转 用来二次构图进行裁剪 但是在Luminar AI当中 这些工具就被分拆 重新分配了 在基本功能当中的构图工具 是用来裁剪和改变图片比例 以及校正照片的垂直和水平的 而镜头和几何结构这个工具 被放到了专业功能里 在1.01版本更新之后 它改名为了光学 主要的作用是去边 校正镜头时针和去晕光 所以说这些功能 Luminar AI也都有 只是放在了不同的位置 名字的叫法也略有不同 一开始我以为Luminar AI最大的区别 是不能处理多图层的图片 比如我想要合成两张照片 在Luminar 4中可以轻松的实现这个效果 在层界面当中添加一个新的图像层 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在Luminar AI当中 似乎没有图层的功能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通过这样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只是添加的这个图层 它不能移动 进入Luminar AI的编辑界面 在右侧菜单当中 有一个叫做本地萌版的选项 在这里边添加纹理模板 然后选择加载纹理 把另外一张照片载入进来 通过遮罩就可以实现多图层的拼接了 在这个图层模板当中 还可以对混合模式 以及亮度对比度进行调整 除了多图层的合成 还有渐变和镜像滤镜功能 也是通过本地模板实现的 在添加的时候 选择简易模板就可以了 找到这几个功能之后 可以说Luminar AI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对比Luminar 4之间的差别 也就变得更小了 以上就是Luminar AI和Luminar 4之间 最主要的区别 在功能实现上可以说差别并不大 像一键换天空 给照片套颜色预设 这些比较常用的功能 这两个软件它都有 只是界面的样子和位置 稍微有些不一样 Luminar AI主打的是快捷修图 10秒钟一张 而Luminar 4它的手动调整空间比较了大 更适合精修一张照片 而Luminar AI当中 有的功能是Luminar 4没有的 比如AI构图 点击之后软件会自动识别 给出一个构图方案 这个功能其实也可以看作是 辅助学习摄影的一个好帮手 拿不准的时候 看看软件的判断结果 多个参谋开拓思路 如果您比较倾向快速的后期一张照片 Luminar AI的自动识别 可以为您节省大量的时间 颜色和色调都是可以自动完成的 一间处理 10秒钟一张 简单快捷 比较适合居家和旅行 如果您想要给自己的摄影技术 保留一些发展的空间 准备在未来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那么Luminar 4可以为您提供更完善的后期处理方案 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手动处理的部分 学起来也会相对来说比较的繁琐 这些操作可能会比较适合风光爱好者 或者想要去深度学习摄影的小伙伴们 如果您和我一样 已经习惯了使用Lightroom和Photoshop的组合 那么Luminar AI会更适合您 因为大多数时间 咱们都是把它当作插件去用的 比如我很少拍摄人像 但偶尔还是会需要磨皮瘦脸一下 或者进行快速的调色处理 这类需求选择Luminar AI会更合适 这样既保留了原来的工作流程 不用被迫改变 也可以偶尔的享受快捷后期处理带来的快感 目前Luminar AI的售价是79美金 您打开购买界面后 别着急点结账按钮 默认价格为两台电脑的授权 如果您只用一台电脑 点击one seat价格会立刻从99美金变为79美金 Luminar 4由于已经是一年多前的软件了 目前一台电脑授权的价格仅为67美金 这两个软件一起购买的价钱是149美金 诶 等会儿 79加67不应该是146吗 欺负我们不会算数是不是 您看 稍不留神我们就让官方给算计了 分着买比成套要更便宜呀 您别忘了使用我的推荐链接和折扣码 还能再优惠10美金 Luminar AI刚刚更新了一个1.01的版本 大家快去看看 这个版本更新提供了更流畅的操作 最主要的是它修复了很多之前的bug 包括无法打开软件和闪退的问题 快去更新看看您遇到的问题 是不是已经都被解决了 这个视频当中的Luminar AI演示 就是更新后的1.01版本 官方建议在这次更新之后 到安装插件界面中 卸载再重新安装一次 确保Luminar AI已经正确的连接了 Photoshop和Lighton 之前我就遇到了Lighton连接的问题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关于Luminar的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也欢迎收看我制作的Luminar 4系列教程 共15集 下一期我们来聊聊这个 期待会儿小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